另外移入 那有四例是本土的案例 本土家林止步 一月三十号一次新增四例本土个案 其中三例是案863的同住家人 分别是婆婆案907 女儿案909和公公案910 一月十八号裁剪阴性后居家隔离 二十九号再次裁剪 三十号确诊 不幸的是案907本身有多重慢性疾病 二十九号晚间十一点五十八分 不敌病魔理事 那谁就没有在急救 判定他的死因是COVID-19 相关的一些后事的一些安排 那就不逃 这些会全力予以协助 还有一例案908 五十多岁男性 匡列为案889的就医相关接触者 疫调指出二十三号当天 和889在同家医院 但诊监不同 感染途径还有待厘清 本土个案在线紧接着就试过年 针对自主健康管理者指挥中心 郑重提醒 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请大致记录去了哪里接触哪些人 必要时能让疫调更快速降低社区感染风险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松懈 大约新闻 现场叶宜林 台北报道